今天谢谢你 你的衣服要不拿给我助手 洗干净还给你 好 没关系 这衣服我自己干洗就行了 只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今天本来想帮你挡一下 没想到把你退翻 怨我 你看把你衣服都弄脏了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 今天那个 铺墨男对你说的那些话 我挺担心 担心什么 四 叫我苏静吧 我们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上的关系 叫我名字就好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也可以叫我方雨冰 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吧 你看啊 我们来来回回也见了好几次了 每次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虽然我们称不上什么真正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打不相识嘛 想跟我做朋友 不是 不想做朋友 不 不 不是 不是 你怎么了语无伦次的 其实有些话想跟你说 但是怕有点造词啊 所以跟我交了朋友 所以跟我交了朋友 说话会比较方便 算是吧 我倒是挺好奇的 有什么话让你难以歧视又非说不可 那我就直说了吧 我们也不算是有什么真正的交情 但也是相识一场嘛 我觉得刚才那个 压长老男的对你做的事情挺危险的 我不希望你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谢谢关心 还有什么 别的吗 还有什么 别的吗 那个 我们也见过几次面吧 我知道你是那种特立独行的女人 也不会在乎别人看你的眼光 做事也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嘛 但是 但是啊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觉得 有些事情 你 你不应该做 不是说 先不说别人吧 就是对于你来说 真的挺危险的 你是让我不要当小三是吗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不该是 我当然不该 你以为你在说什么 空服社会正义 让无耻的小三迷途知返 对不起 我也是好心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好意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别以为我们见过几次 你就可以胡说八道 今天我还夸你 懂得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现在在我看来你不但不懂 你连人与人之间 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 我知道我这么说 你不会接受 我 所以我 所以我刚才也是一直在措辞 所以你就真的认为我是那种 会勾引别人的男人的女人 不 我 我 方雨宾 我一直认为见过几次面 你跟别人不一样 现在看来没什么不同 你们都跟别人一样 觉得 我今天这个年纪 坐到这个位子 不是陪人睡觉就是醒悔是吧 你也在勾勒 像我们这样的高管 背后都有一个行业大佬陈腰 你在勾勒这样的画面对不对 苏总 我一直以为你是很优秀的 你认为我很优秀 但你也没有否认我跟那些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男人有暧昧关系 没错吧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干涉你的私生活 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啊 我看上你了 我在陆家嘴的四季酒店 有长刀房 你来吗 不是 苏总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如果我有任何越界的地方 那我对你表示抱歉 没关系 他想清楚了 给我打电话了 就你这个职位 我还养得起这么个小白脸 不是 不是 这一位 编程 不过 我还连这一点 没关系 那边 我还没关系 这也没关系 那边 我们也要用 我们得到 我们得到